近來 美國國會兩黨紛紛關注中共侵犯人權的情況 並制定相關法案 制裁中共人權惡棍 北京當局對此強烈抗議 並威脅將採取行動予以反制 包括把制定相關法案及強烈批評中共的 多名美國議員列入黑名單 12月10號 國際人權日當天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亞太小組委員會召開題為 《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政治和宗教自由 在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聽證會》 小組委員會主席 涉爾曼在會上說 聲明一下 如果中共政府有在聽這場聽證會的話 我希望你們可以把我列入黑名單 我會很榮幸 坐在涉爾曼旁邊的小組委員會 首席共和黨議員約貨也馬上應聲附和說 很好 還有約貨議員也願意被中共列入黑名單 他說 不是我想登上那個名單 我想和所有國家相處 但當有人 有個國家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說 我不能和臺灣會面 拜託 免談 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 中共竟然這麼指使一個美國國會議員 命令他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紐約城市大學兼任教授藤彪認為 中共提出反制美國多名議員很荒謬 而美國議員希望中共把他們列入黑名單的言論 其實是一個對中共很巧妙的諷刺 美國採取的這個制裁 比如不讓一些違反人權的官員入境 或者凍結他們的財產 讓中共一些官員真正害怕的 因為很多很多中共的官員把家人財產都放在國外 尤其是美國 對於美國的政治人物或者官員來說 並不禁中國是無所謂的事情 因為他們不需要把財產放到中國 也不需要讓孩子到中國學習 滕彪說 中共治下的中國 是一個人人都想逃離的專制壓迫的地方 而美國不同 美國是世界各地的人 人人都想投資 想移民的自由國度 加拿大作家盛雪說 中共的做法 只會導致他更加的受孤立 現在他還宣布要從中共政府所有的電腦上 移除外國軟體 中共自己的科技、經濟 它所有這些年的發展 依賴於從海外的盜版、偷竊 以及國際社會對它的投資和經濟上的 技術上的這種支持 如果這些都斷絕的話 中國將會變得比北韓還要可悲 盛雪說 當年國際社會與中共互動 幫助中共是看上了中國的市場 原以為讓中國更加開放 可以把中國引領進一個憲政民主的國際陣營 但很多年過去了 中共利用國際上給予的話語權 對自己國民的打壓 以及對國際社會的滲透更為變本加厲 這種滲透是全方位的 不僅僅是它對華人社會的滲透 最主要的是對主流社會的滲透 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科技上的 政治上的應該說是最嚴重的 所以呢 現在整個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了 中共的意圖 盛雪說 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開始對中共進行抵制和制裁 中共卻反而更加蠻橫 最典型的是華為公司的財務總監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後 中共毫無顧忌的抓捕在中國的加拿大人 這讓國際社會更加清楚的看到了 中共專制暴政的面目 中共卻找了一些 中共卻農民眾的視頻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時